眼前这个企鹅正在被一只像是海豹一样的生物 压在肚子底下 在地上疯狂摩擦 旁边的企鹅看得是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靠近 生怕自己变成第二个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受害者 但它们会像某只黑白鸡一样 为受害者提供除了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援 施暴者像是海豹或者海狮 其实都不是 这是一只海狗 海豹海狮海狮经常傻傻分不清楚 但其实问题不大 海豹有单独的海豹壳 海狮也有单独的海狮科 只有海狗挂靠在海狮科下属的海狗亚科 并且海狮的体型一般都非常大 就像一个大号驴打滚一样 而海豹就像芝麻大 海狗就像一根山药棍 又细又长 海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除了它们像一条细狗以外 还长着一张狗脸 至少比海豹海狮像狗 换掉四条腿再加个尾 就和狗的差别不大 也不知道是海狮出了滚 还是野狗劈了腿 这仨兄弟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 看着表面光溜溜的 好像就直接是皮肤一样 实际上这仨兄弟表面 都有一层厚厚的绒毛 就像斯内普的头发一样 可以起到一定程度防水保温的作用 让这群特色小吃 即使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海水里 也能无限畅游 由于保温性质过于出色 再加上世界各地 都有这群特色小吃出没 所以不出意外的 出了点小意外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两脚兽盯上它们的外皮 想时不时地借来穿穿 由于当时没有什么保护动物的意识 再加上保温性能过于优秀 所以在可持续性的节泽而以下 这帮驴打滚和芝麻大夫们 不出意外的濒临灭绝了 海狗不是狗 却比狗更狗 海狗甚有多强大 每当到了繁殖的季景 海边礁饰或者沙滩上 都能看到海狗们开party的场景 一般来说都是一只公海狗 霸占着几十上百只母海狗 这么老些家里都是它的后宫 每年都给这只公海狗生孩子 这台一只海狗应付几百后宫 如此强健的慎也是非常的宝贵 但众所周知 海狗也不能选择自己孩子的性格 它一个海狗霸占着这么多磁性 那必然有海狗找不到对象 也不能说找不到吧 就只能说是人比人气死人 狗比狗馋死狗 除了这些健壮的熊海狗以外 不那么强壮的熊海狗 好一点的有俩仨的女朋友 而且没准随时都会被撬走 差一点的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开派对 而海狗有这么强的慎 可能和它的饮食习惯离不开关系 海狗海狗 肯定是在海里生活的 像是海狗的表哥海狮 由于体型比较大 所以它们会捕捉水里腿脚不那么灵活的棒 海蛇或者乌贼来吃 海狮倒不是不吃鱼 主要是过大的体型 导致海狮在水里速度加不起来 也杀不住车 一个排水区过弯 任何鱼都能让海狮自己在水里圆润地离开 而体型比较小的海狗就没这种问题 时速能达到24公里的海狗 就能轻松地抓到一些爱玩排水区过弯的选手 让它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胆虾虎 有了猎物到手 自然就该干饭了 海狗和海狮都是直接胡伦吞藻 它们没有办法咀嚼品尝食物 所以它俩就只能生吞 然后再送点住消化的东西下去 比如海边的岩石 而不是剑位消失片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人们经常会从海狗肚子里 倒出来大量的石头碎块 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以为这些石头是海狗肚子里的结石 作为奉行一副多妻制的海狗 也被人们奉行为捕肾好狗 像什么海狗玩海狗肾 一听就觉得非常的捕肾 虽说这两种药物有一些效果 但它们并不是超级血清 吃了之后你还是你 不会变成美国队长 但这并不代表人类会放弃对海狗图谋布 尽管此海狗非常能生 基本在产宰之后 此海狗几乎是立刻开始发起 并和熊海狗开始交配 海狗的生殖系统比较特别 尽管它们还是哺乳类动物 但此海狗能够有效地利用生殖系 保证子宫左右两边 至少有一边能成功怀孕 有时上一胎在左边发育 在出生之后下一胎就会在右边着床 反之亦然 但海狗每年也只能生一胎 在受精之后前五个月 胚胎并不会发育 这是因为小海狗的胚胎需要发育七个月 就能发育完全 如果一受精就发育 那么小海狗就会出生在海里 而刚出生的小海狗并不会游泳 需要在岸上接受三个月左右的照顾 三个月之后小海狗才有独立的能力 而凶险的海洋会导致幼崽甚至是母体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 所以海狗们的数量并不会像一些海洋动物内 能够增加得很快 再加上能活到四十多岁的海狗 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会停止生育 专心地享受生活 所以满打满算一只海狗在这一辈子 也就只能有二十个后代 并且每年海狗幼崽大约有一半左右 都会在出生不久之后夭着 其中既有被其他海狗踩死 也有感染寄生虫之后死亡 这些都使得它们在人类面前非常脆弱 可以被很快地屠杀殆尽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海狗对人类总是很凶 不像它的驴打滚表哥和黑芝麻元宵爆爆脸 对人类和蔼可亲又经常在动物园里面表演节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